据日本共同社18号报道多名消息人士透露 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将召集日本和东盟的外交和防务负责人 于9月下旬在东京举行研讨会 讨论日本向东盟成员国出口防卫装备一事 据悉日方将在研讨会上 听取计划发展防卫的东盟各国有关技术合作的要求 同时将介绍并力图出售高质量的日本产品 安倍内阁在4月的内阁会议上 通过了有关武器和相关技术出口新规则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9月的研讨会将是新三原则确立后 东盟与日本政府首次正式交换意见 研讨会将以海洋安全保障为主要议题 作为个别议题之一 日方将出口政策进行说明 并听取出席各国的意见和要求 日本将介绍有助于海洋安保的日本产船舶和飞机 以吸引各国关注 报道指出 若日本真的要向东盟方面出口防卫装备 还必须与各成员国分别签署有关装备转移的协定 日本政府将在研讨会后 与有意从日本进口装备的国家 就地结协定交还意见 目前已与日本地结转移协定的国家 有美国、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 我 我 谢谢观看